一二二十杯 灰刀切鱼 这是十多年前阿嬷在世时 每天都在公园路桥下 准备丰盛饭菜 就连米饭都是用古早炉灶 烧柴火烹煮 这些丰盛佳肴是给附近码头工人享用 有鱼有肉每餐只收十块钱 阿嬷做赔本生意一做五十个年头 民众称呼她是穷苦人的守护神 欢喜做甘月寿 这是阿嬷的做人精神 直到八十岁 身体健康不允许 阿嬷才没有继续做下去 但她的善心传遍大街小巷 为了照顾这些困苦弱势团体 阿嬷陆续变卖七间房子 虽然十元制住餐已经歇业 但接受过帮助的民众 每个人都肯定阿嬷的助人精神 因为身体欠佳 直到上个月13号阿嬷离开人世 享受96岁 如今她的子女决定 要以阿嬷名字成立慈善会 阿嬷灰汗 替困苦民众煮饭的热血精神 永续流传 记者蔡双吉高雄报道